大家好 欢迎您观看韩媒频道 我是韩媒 今天是2019年6月11日星期二 这个视频呢 我想说一下 我跟盛雪之间 有些网友问我说 你怎么跟盛雪产生了这个矛盾啊 其实我没有跟盛雪之间产生矛盾啊 我之前我也从来都没有提过盛雪 对吧 是以前那会儿我提过 就是我和那个盛雪 和耿静和美猴王四个人 组成了一个小群 然后呢 号称是四姐妹吧 我们四个人相处得很好啊 除了说那个耿静跟我切割一次 美猴王跟我切割两次以外 都挺好的 我跟那个盛雪从来都没有发生过 我一直有尊她为大姐 我一直还都挺尊敬她的 我以前呢 也说过 海外民运呢 分帮分派 互相之间呢 就打得不可开交 互相攻击 而且攻击呢 就还挺那个的 挺雪星的 挺污的 互相污名化对方 我就觉得呢 你这样都不如我们四个小女子 然后四个小女子呢 虽然说政见不同 但是呢 互相之间呢 从来都没有攻击过 即便是呢 那个耿静跟我切割一次 美猴王跟我切割两次 但是也并没有攻击我 就是政见不同而已 我曾经是这样说的 而且呢 我从我心里面 我对那个盛雪呢 一直也挺尊重的 一个呢 她是年龄上 她比我们大 其实也大不了多少 另外一个呢 她资历老啊 你像她那个是92年 她就出来了 对吧 资历老 资格老 水平高 我是这么认为的 对她呢 就很尊重 当有别人来污蔑她的时候呢 我还都很维护她 我经常呢 去推特 她的账号里面 有别人去攻击她 然后我就为她说话 为她打气 鼓励她 维护她 我觉得呢 我对她是非常的好 虽然说呢 她从来都没有回复过我 就是说 哪怕也说谢谢 我有时候我也去维护 那个美猴王 美猴王一般的来说呢 她会 至少会说一声谢谢 然后有时候呢 会多 说多一点 谢谢支持啊之类的 但是呢 圣雪从来没有 但是我也没多想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说 哎呀 圣雪不理我 然后那个 我就不对她好了 没有 从来都没有想过 然后我只是想呢 她可能是比较忙 一个是比较忙 另外呢 就是她腕比较大 腕比较大 没有必要就是非得回复 这个小 这些个小那个哈 我这种小人物 没有必要非得回复 我是这么想的 没有任何的hard feeling 但是知道就这一次 我只是发表了 我对六四的一个看法 难道不可以吗 不管有的人还说 你比那个共产党的看法 还要更那个 那我不可以吗 难道不可以吗 我就是这么认为的 不行吗 最近呢 引起来了 好多民运 大咖小咖的 对我一个围攻 对吧 那你围攻你就围攻吧 那我也没办法 对不对 尤其是圣雪 让我挺伤心的 圣雪是 第一个冲出来的 然后呢 写了那么 两三条 言辞也挺偏激的 而且呢 她鼓动她的那些个 follow我 然后呢 对我进行打压 她那些follow我呢 也用了他们 很多下流的一些个语言 威胁的一些语言 对我以及我的家人 进那种威胁和打压之能事 这一点呢 大家都能够看到 现在呢 在我的视频里面 对我进行打压的 就来自于海外民运 不来自于共产党 不来自于郭文贵 就来自于海外民运 就因为六四这件事情 我有了一个不同的看法 然后就这样来打压我 其实海外民运这样做呢 实际上是自毁形象的 就让人们更加看清了 海外民运是一些个 什么样的嘴脸 他们秉承的是什么样的价值观 社会观 是他们口口声声说的 追求的那种言论自由吗 民主法治吗 可是他们就无视法律 任意的去污蔑别人 甚至去死亡威胁别人 这样的行为是与法律所不容的 这已经是过了民主自由的一个线 已经是突破了法律的底线了 一个不同的言论 然后就进行打压 这绝对不是民主 这绝对不是言论自由 而且我作为一个加拿大的公民 他们竟然是说 让加拿大把我给遣送出加拿大 你想想看 像这样的一群人 如果说他们执政的话会怎么样 如何的打压一击啊 是不是 大家群众的眼睛是亮的呀 你们这么做的话 只能是伤害了你们自身的形象和威信 会有更多的人离开你们 实在是不明智 圣雪呢 昨天还发了一个推特 别人发给我 说圣雪呢 又发了第二个推特 说他呢 联络那个方正 大家知道方正吗 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方正哎 以前我也不知道方正 方正是谁呢 他就是在六四的时候呢 他失去了双腿 就很显然是坦克压的 对吧 应该是坦克压断的双腿 我没有证据啊 然后我也是听说 但是呢 这个是合情合理的 对吧 那你在六四的过程当中 你失去了双腿 是怎么失去的 打枪都不可能失去双腿 对吧 只有坦克压才能失去双腿 反正呢 他是在六四当中呢 失去双腿 我们全写就说 这个是就是真的 他被坦克压的 失去了双腿 然后这个圣雪呢 昨天他就发了一个推特 他说呀 他说方正那个双腿 在六四当中 被坦克压断 他这个双腿呢 不能白白的失去 一定得有人给他负责任 现在呢 他认为韩梅应该对方正的那个双腿负责任 他说呢 他已经跟方正已经谈过了 他们现在呢 在计划 由方正为这个原杠 到加拿大 应该是到加拿大吧 他没有说到哪啊 然后呢 就要起诉韩梅 要求韩梅 赔偿方正的两条腿 我天哪 我责任好大呀 我当初在天安门广场 六四月三号那天晚上 我也在天安门广场 当时呢 我作为一个热血青年 当时也是新潮澎湃 也融入到那一场运动当中 那场六四完了之后呢 我也知道 李鹏政府进行了镇压 当时呢 我也是对六四的认识呢 就和之前大家的认识呢 都差不多一样的 我当时呢 也是非常的气愤 我当时虽然说呢 还是一个军人 给我的单位领导 洋洋洒洒 写了好几页的一个信 表达了我对政府的那个气愤 说我不回去上班了 我要和人民在一起 我要和学生在一起 那是我当时写的信 我当时怎么也想不到 三十年过后 我需要对方正的两条腿负责任 现在呢 我对当时的那一场运动呢 有了不同的认识 尤其是就是今年以来 我看到了更多的六四的一些个事实 对六四这件事情呢 有了更客观的一个认识 其实从去年 我已经是有了一个客观的认识了 就关于说 像六四这样的平暴事件 这样的事件啊 在加拿大如果发生的话 如果加拿大平暴的话 在这个平暴的过程当中 发生伤亡 加拿大会如何处理 我在去年的时候呢 我就把那个法律找出来了 我说按照加拿大的法律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 如果是警察 或者警察的协助者 可以是军人 就跟那个洛杉矶的那个暴力事件 平暴事件一样 对不对 洛杉矶的警察力量不够了 然后就请来了 加利福尼亚州的部队 后来又请布什总统 派来了陆战队 派来了海军部队 联合来镇压那次暴乱 就是警察以及他的协助者 在这个过程当中 如果说有人造成了伤亡的话 警察以及他的协助者 是不负任何责任的 我给他通俗的就说成是 死了白死伤了白伤 实际上这两个意思是一个意思 对不对 我去年的时候就做了那样的一个视频 那个是呢 我在说另外一个事件的时候呢 就想到呢 当时并不是六四 我在做另外一个事件的时候 就想到了那个 所以呢 就做了那么一个视频 当时呢 因为不是六四期间 不是敏感期 所以呢 没有引起很多人的注意 但是也有民运当中呢 有人也站出来批驳我 那今年六四这个敏感期间呢 我再一次把这个论点呢 提出来 现在呢 就是引起了民运的全体 虽然说凭啥他们互相之间斗 现在他们遇到了一个共同的敌人 就是韩梅 他们群起而攻之 有很多人现在跳出来就在攻击我 但是我是不怕的 因为我就是这么认识的 我的这个粉丝呢 有很多人 他也会发现说 哎 在这件事情上呢 我跟韩梅特别有共鸣 然后在另外一件事情上呢 我就不同意 有些人呢 还给我发私信 通过微信跟我表达了这个 然后我就跟他讲 我说你要正确对待这个 因为人和人之间呀 不可能什么事情的看法都一致的 我跟你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个体啊 你就是一母同胞 你就是个双胞胎 这两个人对事情的看法能永远一致吗 那是不可能的呀 所以你要正确的对待这个 你有你的看法 我有我的看法 你有你的看法呢 我很尊重你 我有我的看法 你也应该尊重我 这叫言论自由 这叫文明 这叫民主 我觉得现在海外民运 对我这件事情的反应呢 我觉得体现了他们 不明白什么是真正的民主 什么是真正的自由 甚至他们都不明白 什么是法治 因为他们对我的死亡威胁 对我的那个侮辱 都在挑战法治 盛雪说呢 他要组织这个方正啊 来起诉我 我呢 是一个欢迎的态度 为什么说我是一个欢迎的态度呢 我是不喜欢这个打官司的 我为什么说我现在不惹郭文贵了 我就怕他来起诉我 因为你要是一起诉的话呢 你就得付出时间付出经费呀 我得请律师 请律师 然后你就得花很多钱 我不想付那些钱 那你方正来起诉我呢 我就是倾家荡产 我也愿意跟方正来打这个官司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六四事件呀 发生了三十年了 这三十年以来 在海外 基本上就是海外民运的一面之词 来告诉这个事件 六四是一个什么事件 他让海外的 对吧 政府 各个国家的政府 以及民众 让他们就认为 中国政府 想当年在八九年六四的时候 就是屠城 有的人用的屠杀 有的人甚至用屠城啊 说屠城 国外的这些政府 以及民众 他们就信了 因为说的人多呀 说了很多年啊 就这一面之词 他们就信了 我就想通过方正这个案件 来向这个国外的这些个公众 来发出来一个 另外的一个声音 我就想让他了解 六四的另外一个方面 我就想让他们知道 军人 他们那些坦克也好 军队也好 开进来的时候呢 受到了那些个暴徒的攻击 他们是如何受到攻击的 我亲眼所见到的攻击 以及呢 那些个血腥的图片 他们已经看到了 学生受伤 学生死亡 和那个民众死亡 那些照片 他们已经看得够不够的了 现在我要给他们展示一些 军人被杀 受伤 军人被打死 军人被烧啊 吊起来烧死 和军车被烧 坦克被占领 那些个照片 我想给他们展示一下 我想问问他们 像这些事情 如果发生在加拿大的话 加拿大会怎么样 加拿大如何给我解释 加拿大的那个法律 那个法律说 只要是我宣布 现在进入暴乱 30分钟之内 大家全部都要离开 如果你不离开的话 你就是一个offence 就是一个刑法的offence 是一个违法行为 刑法的违法行为 就是犯罪行为啊 还有你给我解释一下 那些个警察 在这个过程当中 加拿大的法律规定说 他免出一切的追责 你给我解释一下 如果中国 也有这样的一个法律的话 你告诉我是公平 还是不公平 那些军人被打死 你告诉我在加拿大 会不会发生 我就想让 让方正来起诉我 借这个机会 让全世界 更多的了解 六四的另外一面 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好的事情 我希望圣雪呢 抓紧来办理这件事情 好 这个视频呢 先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